各位兄弟姐妹 大家好 主内平安 今天我继续和大家思想《使徒信经》的第二讲 就是有关创造 在今天的时势 我们思想创造特别有意思 因为这个世界属于上帝 是上帝所做 又是上帝所爱 究竟当我们提到全能的创造 和我们今天的生活有什么意义呢? 刚才姐妹读出了《创世记》第一章一节 《起初上帝创造天地》 全能创造的意思不是上帝什么都做 全能的意思是上帝的创造是不需要有任何的人 任何的事 任何的事去帮助他 这是在上帝的掌握里面 在上帝的计划里面 所以当我们一思想到上帝全能的创造的时候 我们就很有信心 因为这个世界不是属于谁 不是属于撒但 而是属于上帝 当保罗提到他自从套天地以来 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 当上他创造这个宇宙 他的智慧 上帝的能力 透过他所做的事彰显出来 就算他不信耶稣 他也没有办法否定 这个宇宙是有智慧 有计划 所以保罗说 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 不需要教的 你不随着良心 你也知道这个宇宙是有来源的 这个宇宙是有智慧的 很多人 虽然他口里否定 但有一天 当他看到一个很美丽的风景 他心里面都会有一种感恩 他真是很开心 如果一个没有上帝的人 他感谢什么呢? 他没有什么感谢 很无稽 很无意思 但如果我们知道这个宇宙是一个来源的时候 我们的感谢就有意思 就是感谢那位造物主 中国的诗人苏东坡 他不认识耶稣 在他的前赤逼腑 他在长江游览的时候 他突然很惊叹 他说了一句说话 他是江上的清风 这个云中的明月 是造物者无尽藏 在他心里面 他突然发出一个美丽的景物 是有造物者 虽然他信佛教 但他也忍不住去感谢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宇宙 这个世界是属于上帝 当我们说上帝是什么 上帝不是被人研究 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上帝是什么 上帝全能创造宇宙 但是宇宙不是上帝的部分 不是上帝把他自己撕出来 上帝是从无去创造有 所以这个宇宙和上帝的关系 是上帝叫有就有 说明立就立 宇宙的根源是什么都没有 是上帝的恩典 叫宇宙出来 从来没有人见过上帝 唯有父怀女独生子将显明出来 我们能够见到的这个宇宙 是上帝的能力 是上帝的全能 但是上帝他本身是什么呢? 如果不透过耶稣基督 我们是不明白上帝的心意 上帝里面的计划 所以当我们去看看 在基督教里面和其他宗教不同的地方 就是从创造论里面 因为上帝不是把自己撕出来 所以这个世界是没有神圣性 这个世界是没有精灵 一切的东西在上帝所做的时候 都是上帝的能力的话语使他有 所以教父一句说话就是从无创造有 我们是虚无 如果不是上帝保持着我们 支持着我们 我们会灰飞烟灭 而上帝因为他从无而创造有 所以你和我这个世界 在神学上叫做偶发性 偶发性就是他不能永恒存在 我们透过耶稣基督得到上帝的生命 我们就有永生 如果我们没有上帝的生命 我们是不会有永生 我们是偶发性 上帝为什么对拜偶像的人这么愤怒 因为那些人将暂时的东西变成永恒的东西去敬拜 一个人将一些偶然出现的东西当上帝敬拜 这对上帝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侮辱 所以这个世界上的金钱、地位甚至亲情 都不能够与上帝相比 我们从上帝以来 没有了上帝 我们是不能够永恒地存在 透过基督的救赎 上帝将他的生命给我们 我们才可以有永恒、有永生 在创造里面 上帝创造六天整个宇宙做好 第七天他就休息 犹太人一直以为 上帝做了六天 第七天就不做了 但耶稣跟他辩论 耶稣说不是 我父作事到如今 我也作事 究竟上帝是否六天創造 就停了 什么都不做 安息日是否就不做事 好像当时的犹太人所说 耶稣说不是 安息日 我们不做世上的事 但安息日 我们是要继续 上帝的旨意 上帝去创造这个宇宙 这个世界 是要跟我们一起 来共同的管理 因为上帝创造这个宇宙 这个世界的时候 大家会记得 上帝看所做的都是好的 所以犹太人就认为 都是好 就是做完了 刚刚他就误解了 当上帝说是好的 这个好不是终结 是开始 原来这个世界是一个过程 他做亚当夏娃 他还要生养众多片满地面 这个过程 这个创造 是一个朝向着 一个完美的阶段 如果亚当和夏娃不犯罪 他们在伊典园里面 按照上帝给他的指引 他要继续 将上帝的指引在地上 在地若天 可惜他犯了罪 离开了上帝 所以这个世界 朝向一个忠诚美好的计划 就破坏了 我们说 上帝做这个世界的时候 都是好的 不是终结 那个好是创造的时候的好 但是世界是要向前面发展 我举个例子 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 那个孩子非常好 我们说一个完美的孩子 非常健康 体重各方面 完美的 过了十年 如果他还是完美的孩子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怪物 如果孩子停留在这个时间 不继续成长的时候 他就不是完美的孩子 他就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上帝创造的全都是 上帝要和我们二人一起的 将上帝的指引在地上实行 以至这个世界能够彰显上帝的荣耀和能力 所以上帝要爱这个世界 人和上帝同行 更能管理这个世界 以乎所书 他是照所安排在日期满足的时候 以乎所书一章十字 要照所安排在日期满足的时候 在天上地上一切所有 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 原来上帝的救赎的拯救 是将来要整个宇宙 整个世界 要归去基督里面 基督的救赎是整个人类 整个世界 朝向到最后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明白上帝的指意 与上帝同行 将上帝的指意来施行出来 什么叫罪 罪就是disorder disorder 中文叫失罪 失去次罪 失去秩序 失去秩序 的意思是什么 由上帝创造这个宇宙 是会一路一路的发展 按照上帝的智慧和计划 是一个完美的发展 但是现在的秩序破坏了 disorder就是 上帝喜欢的东西 人不会这么做 上帝创造的规律本来很好的 人破坏了 因为人的犯罪 避受就座 汗流夹背才可以得户口 因为上帝的秩序和计划 因为罪的缘故破坏了 人的贪婪 使得资源分配失衡 人的凶残 对这个世界 使得世界受损害 大地探饰 今天我们看到 一个疫情很大 很多时候都会问 上帝的创造主 你怎么会被病毒来到呢 我们只可以说 在上帝的创造 他自己的计划 是没有这样的 但因为失罪 disorder 人不按照上帝的爱心 上帝的智慧 按照上的旨意 与神同行 共固这个宇宙世界 人偏离上来的道 产生很多的事 破坏大致 无论是气候 无论是核子的威胁 无论是污染 都是显出人很多里面的贪心自私 人要征服了地球 不断掠夺的资源 使得某部分人富起上来 但是很多人在这个发展里面 就遇到很多问题 疾病是其中一件事 但刚才我说过 上帝是盼望人与同行 以至这个世界 是向着一个忠誠美好的结局 今天上帝仍然等候 与人同行 向着一个忠誠美好的结局 但人必须要回头 回转与上帝同行 我们说上帝很爱这个世界 为什么这个世界还有这么多罪 这么困难 事实上 当我们今天面对这个疫情 这个病受 很多人都怀疑 上帝是否自我们不利 我说一个真实的故事 当人回转归向神 上帝的大能与人同行 是可以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 我在这里不只是说我们什么都不做 祈祷可以了 因为上帝给了很多智慧 无论在医学上 无论在各样的卫生上 都是神给我们 去保存我们的生命 但是更重要的就是 我们请上帝和我们一起 我们悔改认罪 我这故事是说到乌根达的故事 乌根达第一次接受福音是十八世纪 在1775年 当时英国的教会 主要是圣公会 将福音传到乌根达 通过宣教士 也有罗马天主教的宣教士 在乌根达建立了基督教 也建立了天主教 但是很短的时间 当地的领袖反对基督教 过了大概五十年 这个国家决定要接受伊斯兰教 于是很多牧师被赶走 很多年轻人被捉去 甚至被杀害 当时如此弱小的教会 他们知道唯有上帝可以帮助他们 所以他们拼命祈祷 他们互相守望 互相支持 过了一百年后 教会重新建立起来 不过很不幸 有几次乌根达都是面对专制的领导 不要基督教 要立回教 1886年再一次 基督教也受到很大的迫白 但最重要的是 1971年 当时有一个俗称叫狂人阿敏 他发动军事政变奪取政权 在他的独裁之下 他说要将乌根达成为 伊斯兰教的法律治理的伊斯兰国家 这次很厌例 不单只是拆教堂 拆走宣教士 还有在家里祈祷被人举报 都要捉他坐牢 当时教会受的迫包相当大 这群信徒在过去多次迫包里面 他们知道如果离开上帝 他们没有办法生存 所以基督教堂 他病毁在树林里面 他病毁在山里面 但他们没有忘记 就是联合 不分派别 拼命的祷告 我们知道阿敏很快 他下台 下台之后 再没有宗教迫白 但是接着有一个更大的迫白 就是奥帕提的总统Milton 他是很独裁 施行恐怖主义 在全国包括基督徒、非基督徒在内 伊斯兰教所有的人都在恐怖主义下 结果内战发生 死了很多人 直到80年代结束 然后乌干达面向重建光明的前面 谁知道就在80年代 乌干达发现外滋病蔓延得很厉害 当时联合国派了卫生专家 就发现乌干达超过30%的人都有外滋病 到了90年代 世界卫生组织宣布 乌干达的外滋病感染率是36% 全世界最高 由他估计到了2000年代 会有30%的人死于外滋病 另外有30%的人受感染 剩下的只是老人家和年幼 这个国家没有前途 经济会崩溃 宣告这个国家灭亡 在这样绝望的时候 1990年 当时政府觉得 没有办法来解决 他们就邀请当时的牧者 跟他们说 他是我们这个国家 已经被宣布死亡 他们可不可以求他们的神 当时牧者就领受了一个信息 全国的基督教、天主教 是以这两个为主 另外分派不算很多 平人派有少少 但是不分派别 当时他们的领受有什么呢? 当时他们的领受就说 我们不是为爱之人祈祷 如果上帝是创造的主 我们上帝所创造 这个国家是上帝所给的 应该要为这个国家祈祷 要肯定这个国家属于上帝 他的危机很多 过去很多危机发生 你为这个危机 这个危机圆着有另一个危机 但要为这个国家重新回归上帝 于是他发起全国的人 悔改、认罪、回归上帝 将这个国家回归上帝的手 80年代 联合国帮他们 美国也用了很多钱帮他们 就是在卫生上 还有送了很多避孕套 教他们安全性行为 用了10年到190年 那个艾滋病的感染人数没有减少 所以政府才请求那群牧者 求他们的神 而这群牧者领受了祈祷之后 他们就说我们需要的是A、B、C 不是要C 要A、B、C A、B、C是什么呢? A是A、A、B、C B是B、Faithful 就是信靠上帝 C是Condos 避孕套 他说我们不拒绝避孕套 我们完全不拒绝健康、hygiene各方面的东西 但这不是最重要的 生命不改变 你给避孕套是没用的 所以第一个 接着要生命改变 你的生活就改变 以后你的病就会离你而去 90年代 当他们推行A、B、C 回归上帝悔改认罪 结果短短10年到2000年 乌光达的艾滋病一直减少 而很多乌光达人就发现 为什么这么奇妙呢? 为什么这么多人信耶稣之后 他就没了这个病呢? 于是全国归主 由本来不够20%的信徒 去到30%的信徒 到了2015年 到了2014年 全国已经去到90%的信徒 其中40%是天主教 32%是圣公会 即是国家教会 10%是方派、灵人派 90%的基督徒 大量的人 到了2008年 WHO 世界卫生组织 他的调查 他就说 乌光达的艾滋病 减少80% 800多万的病者 是得到医治 当时的专家 香港也不明白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得医治 而是没有了病 2014年 美国总统接见乌光达总统夫人 这个时候乌光达的总统 已经是信了耶稣 她太太 很虔诚的基督徒 总统就问 她说 你们怎么做到这么好的成绩 一个夫人就说 她说我也不知道 她说我自己知道一件事 就是全国的信徒 不分忠派 我们平民祷告 上帝医治大地 人民得到医治 国家得到医治 历代之下 七章十四节 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 若是自卑祷告 尋求我的面 转离他们的恶行 我必从天上谁听 赦免他们的罪 医治他们的地 乌光达 欠秘与上帝同行 上帝医治他们 在今天 上帝给我们很多科学 医学 都是神所给 但不够 需要的 我们人放下我们的自尊 骄傲 我回归上帝 与上帝同行 恳求上帝 除去我们的恐惧 与神同行 给之安慰 继续勇于 见证我们的主 阿们 海外 阿们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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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